卡车作为现在最重要的运输工具之一 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许多便利 但是如果一旦出事故就会是灾难性的 今天带给您的就是重型卡车出事故的惊险瞬间 关注我带您隐略新奇的世界 施华的道路上 对象的卡车失控冲向视频车 幸亏视频车反应快 卡车拐弯时速度太快 货物甩了一地 视频车被同向的卡车追尾 肇事车翻滚出去 一辆卡车逆行超车 差点撞到对象的卡车 又一辆逆行的卡车 与对象的车擦肩而过 自己冲出道路 一辆重载的货车过路口时速度太快 撞到小汽车后失控翻车 卡车上的货物超高 撞到了红绿灯 为了堵住绝口 只能做出牺牲 把大货车推到水里 一辆装满货物的大货车 下坡时失控 做出了蛇形摆动 幸好最后控制住了 拖拉机在雨淋溢加速行驶 发生翻覆 司机卫系安全带 发生追尾时从驾驶室里掉了出去 中载的大货车拐弯时速度太快 导致直接翻车 货车过路口时拉的叉车从后面掉了下来 一个救援大货车失败的案例 小汽车被追尾后失控撞向大货车 毒网的司机把卡车开到水里 结果完独死了 一辆大卡车在路口撞到路过的大巴车 又一辆卡车拐弯并且不减速导致翻车 抄载加路机不稳导致翻车 货车重心太高 拐弯不减速造成轻覆 一辆卡车从山上冲下来 撞到另外一辆卡车 拐挂车超速行驶发生蛇形白尾 幸亏最后控制住了 再大的卡车在大自然面前 也会显得微不足道 超速行驶的卡车失控 就像拖龙的怪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辆卡车好厉害 可以水下行驶 比潜艺还牛 小汽车追尾卡车 导致卡车180度掉头 又一辆拐弯不减速的 结果还是一样 拉钢管的货车拐弯时 货物冲向对面的小汽车 扎头车闯红灯撞到无辜小汽车 三辆卡车同时拉一个集装箱 大家猜猜能上去吗 中国特有的用大货车捕堤坝绝口 很难理解这么大的货车是如何进入到市区的 把红绿灯都撞掉了 下雨天 道路湿滑 油罐车在路口失控 幸好没出事故 大货车上船时发生惊覆 把船也带翻了 最后这个是一个起重机的事故 很明显被掉物体超重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以上卡车惊天动地的事故中 哪个给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请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观看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